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Evo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 如果你想理财的话呢 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 要了解自己的经济情况 财政情况 然后呢针对自己的财政情况下手去理财 首先呢 其实我给大家先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我想大家伙的很多人都听到过啊 就是穷爸爸富爸爸 为什么我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呢是一个以小孩子的角度呢 去写的这本整个书 然后它里边又非常简单的概念呢 给大家认清了什么是资产和什么是负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人 为什么会陷入经济危机里边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搞不清楚 什么是自己的负债 什么是自己的资产 它里边又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一个十字线条 就给你画清楚了 真正的你的现在的经济情况 怎样来区分 它这里边分成资产和负资产 以前呢说实在的 我这是完全对金钱方面 我是no idea 我也看过很多关于理财的书 但是因为我本身都数字呢 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难 他们写的太专业了 完全不明白 它是写的是什么 直到我遇到这本书 它让我非常非常简单的知道了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资产 这样完全让我清楚到了 怎么样去来控制我的金钱流 很简单 资产呢 就是帮你往口袋里装钱的东西 物件 它只要能帮你往口挣钱 往口袋里装钱 那就是资产 什么是负资产呢 往外花钱的 不管这个资产 它本身是有多贵 名车 飞机 大炮 就是房子 不管它本身价值有多高 它凡是让你往外拿钱的情况底下呢 它就是负资产 就是负资产 但是呢 可能你会说 啊我买的房子之后呢 我要供它 供完了之后 我把房子卖掉 我就只有钱了 是 如果它房子升值的速度 比你花钱的速度快的话 那就是一个好的负资产 就是良性的负资产 因为它在你在这边花钱 为它花钱 但是同时呢 它升值的速度 比你花钱的速度要快 那这个负资产 这个暂时算是负资产 它有一天会变成资产的 或者说它也算是资产的 但是你一定要换算好啊 有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换算 就把自己的负资产 反而当成资产来控制 来持有 就是自己一直在流失前 却不知道啊 然后 我们呢通过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很清楚的 你就可以把你身边 你身边所有的资产 你所有的财产来分化出来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资产 非常容易 通过这个方式呢 就非常非常容易 因为我觉得对一个 我这种对数字 很没有概念的人来说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来分清我的财产 然后呢 在这情况 等你分好了之后呢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财政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比方说你的收入啊 你的支出啊 然后什么是你的资产 什么是你的负资产呢 把他首先先搞懂 先搞清楚他 等你搞清楚了之后 列个表格 列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 针对什么样的支出 你应该用怎样的 收入来填补他 为什么有很多朋友 我跟他说 我说我做的35岁 财政自由 朋友说可能还不是很 不是说不相信 就是说觉得 没有很难做到啊 其实也不难 因为在写穷爸爸 富爸爸这个作者呢 他叫什么来着 我一时之间说不少来啊 他曾经有说过这一句话 他说 每一次当他去买一个投资项目的时候呢 他就会写一本书 让这本书挣来的钱呢 拿来投资这样东西 这样就会取到一个 现金流的平衡 同样的呢 我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是这样的 比方说啊 比方说 因为我不会说别人的 因为我只是以我自己亲身经历 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澳洲呢 什么开支比较大呢 就是家庭里边的所有的费用 比较开支最大 比方各种各样的水单 电单 煤气单 然后地税啊 什么你的车里面车保险啊 路通税啊 这都是在澳洲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项目的出资 就是说我们平时的 比例是多少 我不太清楚 但是呢 是非常高的 就家里里边用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如果一辆车的话 你加上一年的整修 保险乱七八糟费用 加起来基本上一辆车 就是要五千澳币 最基本的一年 加上万油 如果你不走远路的话 两辆车就是一万澳币 这是很保守的说法了 一定很保守的说法 所以呢 就是你基本上换算起来的话 你这一年挣的钱 就是你的费用方面 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呢 我呢是怎么样来 就是当我知道这笔开销的时候呢 我是怎样来填补这个空虚的 因为 因为 你想 然后我还家里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开支 就是我女儿的学费 就是我女儿 因为我把她送到了一个私校 她私校的费用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都是一个女儿嘛 当时我一直从她 我曾经说过 从我女儿四岁的时候 我就帮她报名了 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 就是没有钱的 真的是broke 就是很 还在工薪阶层 很努力奋斗当中的时候 但是我已经帮她报名了 因为我相信 在八年 就是四岁嘛 八年以后她才去 她才去中学的时候呢 我相信我有着能力攻她 在那之前我报名之后呢 我就在很努力 朝中目标去努力 现在呢 我就把她送到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费用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 针对这两样 针对这两样 我生活中的大开销呢 我就想了两种方法 去来填补这个开支 让你的现金流平衡 平衡到 在我楼下的时候呢 我们家有一个单独的空间 就是一个有厕所 有厨房 有洗澡间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 有一套 这一套的套房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套房给租了出去 租了出去之后呢 这个套房租出去的房租 就已经完全cover到了 我所有家里用的开支 当然了 有些朋友说 我家里没有房子出租怎么办 以我为例子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想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去填补 那你就必须找一样东西 可以来填补你这项开支 所以呢 我把这个呢 我楼下现有的这个房子 这个空间呢 已经做当成一个资产来 把它租出去 这个所得的钱呢 正好刚刚cover我家里所有的费用 所以呢 我就会多出很多多余的钱出来 因为我在 因为我是首先先了解到 我的经济情况到哪里 然后呢 我再去找资产 或者找挣钱的路子 来填补这个空缺 就像这位作者一样 他呢 是每买一样 比方他买一个投资项目 他就会写一本书 相对的 这本书的收入 就专门是填补这个空虚 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用动他自己的老本 不用自己真正掏钱出来 来买这个投资项目 或者是一旦亏损的话 他对自己本身 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你怎样去来 先了解你自己经济情况 然后呢 根据你的缺 根据你的 这个负资产的情况 来找一样东西 来资产 来填补它 第二个呢 就是当我女儿 这个学费情况呢 因为是非常非常大的开支 我不可能说是 马上找到一样东西 填补这个空虚 所以呢 在我女儿四岁的时候 我帮她报完名之后 我就已经开始存钱了 就是当时呢 我就会给她 我就买了一个基金 大家都知道 股票和基金的不同 基金就是比较稳定性的 而基金呢 因为我买进去投放 它在升值的同时呢 又不会 风险不会很大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saving account这样 就是储存 储存账号一样 把钱存在里边 它在 它比银行的收入会高很多 但是呢 就是风险也不是很高 我在这 就在她 这几年当中呢 我就存存存 一直存 存到就说 至少在我女儿 这几年当中 当然不能全部存到 因为费用很高 至少在两三年 这情况底下 我是这笔钱 我是已经存好的 但是呢 同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没有间断 没有停过啊 然后那个 我在有 当时的期间呢 我有做生意 因为我已经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所以呢 我就会努力的增加我的收入 不停的增加我的收入 然后在这 在这么多年当中呢 我又开始做生意啊 什么的 然后所以呢 当有一天 我女儿真正的要去学校读书 需要这笔钱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已经可以不用碰 那个基金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收入 已经达到了 我可以供她读书的这种水平 所以呢 反而这笔基金放在那里 就变成了是我 变成了是我一个储备金 变成了一种储备金啊 所以呢 在这 在整个过程洪流当中呢 我们对自己的财政方面 要不断的了解 不断的想办法去处理 再不断的进步 这么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话呢 就是真正等你需要这笔钱的时候 说不定你已经可以达到 你的财政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了 真的是非 当时我老公还是也是说我 你确保你能供得了她吗 然后当时我自己的信息还蛮大的 蛮大的 我说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所以呢 真正在这几年当中 我也是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的 也是一直的拼搏啊 当时 所以说 可能大家 我还漏了一点重要的开支呢 为什么我在里边没有提到 为什么我在里边没有提到工房 因为工房呢 现在对大家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啊 工房子的话题 在这这么多年拼搏 当中呢 房贷已经几乎是没有了 就是现在几乎是快工完了 所以呢 他对他对我来说 已经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支 在这这么多年当中的拼搏当中呢 我首先第一点的是 提醒自己就是我尽量要还完房贷 所以在你为什么可以做的经济自由 就是因为我的负债已经处理掉了 我所有的真正的负债 我身边是没有负债 没有任何 就是说要我来就是 借款要还的啊 我身边已经是没有了 所以我在尽量减少尽量减少 我其实觉得人有时候也活得不要太累 除非是在你完全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情况底下呢 作为投资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话 你尽量是先还完自己手头的这个债务之后呢 然后再去想别的 因为有些时候呢 在我们不懂不够有能力的情况底下 如果你的负债太多 你一旦cover不了的话呢 给自己带来会很大的压力啊 我是一般是从上比较relax的生活 我们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达到经济自由 不需要一下子看到别人买几十凳房子 也忽然间自己去买几十凳房子啊 因为你要看自己的收入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可以帮你来填补这些负债 所以在投资方面的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今天还会录另外一个video 是关于就是思想上经济靠山的这一方面的video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把它录给大家看 我们完全是可以自己来储备这个靠山 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后备金 来给你emergency 就是紧急情况所用的这笔金钱 而且不要放在能看到的地方 就是尽量是你不要看到它 让它就自己去滚去吧 这笔钱就永远不碰的 它就是你一个就是永远是你一个精神支柱这样的 在那里 所以呢从这大方面来讲呢 还是就说先搞清楚自己的经济情况 然后呢针对你的支出来相对找到收入 等它填补上去的话呢 那你就钱 你想我从来是我是不懂得理财的 我对数字上面是完全没有idea的 我甚至我的员工就说我 就感觉是你有没有挣钱你的生意啊 有没有挣钱的 我就这样跟他说 我说只要我一天不上班 你就放心就好了啊 就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没有钱了 我要上班了 就表示可能是经济有问题了 但是呢我因为我现在是完全是不用上班的 所以呢就说 但是他们也没有看到我是怎样去理财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就有一个简单的理财方法 就是只要我知道我的支出 我的收入和能能就是抵触抵触了 然后呢我再多余的收入呢 就是可以让我可以让我享受的了 所以呢我现在 所以呢我现在呢所有的收入啊 加起来呢 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我买以前买很多名牌啊什么的 因为我大的项目已经抵触掉之后呢 我基本上都是很就是财政制 就是没有什么 就算有负债我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在不停的挣钱来填补这个负债的空缺 所以呢我是完全不用考虑那方面的 我只要把它们平衡好了 多余的钱就是我可以拿来花的了 比方说孩子的孩子的学费 我也有一定的收入来平衡来来来付他 然后我再有多余的收入的情况底下 那个多余的收入 完全是可以我拿来随便乱花的了 当然我现在是极简主义者 不能乱花钱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呢我就又可以再想办法 把它做另外的事情 比方说旅游啊什么的 或者是存起来 或者做另外的投资 做另外的投资 这个概念呢我希望能帮到大家 因为这是我永远相信 就是我们不管各个方面呢 做人也好 什么都好 首先先了解自己 把自己了解透了 之后呢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针对自己的需要呢 才进行理财呀整理呀 然后人生计划呀 我相信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 只要你用心去做的话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35岁之前呢 财政自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看于在于你自己 肯不肯用心去 用心去打理 用心去学习 用心去付出于行动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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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